这些课我们录了好多遍 录满了也不全 录不满呢讲不完 反正语速太快呢 大家感官也不太好 所以分开录 周末了再怎么样 也录一集 官方这个流量券的赠送支持 原计划我们说六月一可能还要在延后 而且遇到特殊情况呢 大家也见谅 因为讲这个一毛钱没有 反正很难说做起来 也不火 大家也不听 没有钱 这个还是很重要 我们这个初心不能忘 其实道不红不可 路呢也要走得长远 同时走得宽阔一些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忙于生计 其实个人来讲 到两三百块钱就够活了 因为我们活在精神世界 而且现在这种情况主要是没别的什么好办法 这个年纪呢 也有富裕家里 没有传承 该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成家立业 同时呢 就要赚钱养家 虽然现在还没有 但是得以备后患呢 为女子小人那样 也没有别的意思 那我们就准备 继续讲讲这个男女 因为前面讲了 这个万恶因为手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反复 习惯他 就把他深入人心骨髓 让他真正的能够更好的运用 动不动就想起来 因为现在社会这是缺陷 最严肃的问题 最严重的问题 我们就打个太极撞回来 那打太极呢 自然我们也有点新的东西 不能光换糖换药 就准备一个大的 就是重塑三纲五常 有人一听就想笑 什么年代啊 你这还有用吗 听听看 这个不笑不足以味道 这个就是有些人还不知道啊 这个三纲五常是什么 天天以来啊 儒家正统思想 自汉朝之后都几乎如此 所以深入我们每一个人心家庭 尤其老百姓都在这种体制下 他的想法 甚至做很多东西 都要受其约束 但在其中 为什么能够这么稳定长久 自然有一番道理 还有优势 所以我们说这个 就是主要先说说这个 夫妇顺 夫妇 就是男女 那说到男女呢 我们自然会想到感情 人世间如果没有男女 那什么都没有 那没有感情呢 好像也缺少点味道 那人家还有什么乐 除了这个男女之外 就是说这个君臣义 夫子亲 或者叫夫子慈 长幼婿 就是兄弟姐妹这一轮 然后朋友信 都会说 那这个男女 我们 光讲道理 因为我从小就擅长讲道理 就习惯 从小学三年级上写继续文 不及格 为什么 就长篇讨论 就想讲道理 那百事实 举例子 不会举 记不住 因为脑子都想那些了 那些抒情文 也好像不屑于如此 那光讲道理 大家听不进去 我们就准备 怎么办呢 引经据典 就诚惶诚恐的 勉强的 来游卦入手 好